临近东大门夜市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迎接新年最后一期的常态应演 这次是以四度分隔为主题 以多元面向串起电影 创作者、策展人和观想者 日前在金马奖拿下最佳纪录片的九腔 也将在17号公益巡演来到花莲 吸引不少乡亲线上索票一空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管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常态应演单元迈入第九期 11、12月放映片单 以四度分隔为主题 以多元面向的展演串联电影 创作者、策展人与观者 周周有影展到年底 陆续放映40多场次 12月的部分我们在原本的片单 还是有维持像周周电影院 让小孩子可以一起来看电影的 亲子电影院的场次 那另外我们有两部电影是花莲没有上映 那我们特地邀请来花莲放 一部是乔治亚的天空下 以及另外一部是红长袖导演的作品 小说家电影 而日前在金马奖拿下最佳纪录片奖的九腔 也将在17日公益巡演来到华莲铁店 当天还会有导演蔡崇荣清零应后座谈 消息一出 线上开放锁票就获得乡亲热情支持抢空 在12月10号礼拜六下午 我们邀请到王志成老师来我们铁道电影院做一个大师讲堂 那王志成老师他是天脚上的魔术师 陈默还有返校的美术 所以非常难得就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介绍里头了解到电影美术是如何从无到有 那在12月17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片叫九强 那九强是今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电影 那蔡崇隆导演会亲自来到现场 那这部片为什么非常重要 因为他在目前全台湾可以看到的机会非常的少 而东部只有花莲铁道电影院唯一的场次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要把握 那到了年底我们有一个杨帆芳华虚度的影展 那在这影展里头我们一连串在让观众可以看到六部他的作品 那很重要我们还有邀请到图翔文来到现场来做分享 以及还有纪元台7号的动画导演谢文明导演 他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动画导演 我们邀请他来分享他跟杨帆导演合作跟创作的历程 年底最后一场影展放映为22至29日的售票场 铁道热映单元 放映杨帆芳华虚度影展 六部早期的指导电影 和影场影人图翔文的专题导读 更多电影资讯可搜寻花莲铁道电影院官网和脸书专页 记得蒋帮焰 华临时报导